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发的菜园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种大蒜头最关键的第二步 大蒜的抗寒来的比较强,能耐零下十几度的低温 你看这是我去年冬季12月底拍下的视频 这么厚的大雪,后来甚至将整个大蒜都埋起来了 而且连续十天左右都是零下十一二度的低温 面对如此寒冷的天气依然顽强的生长着 一转眼就迎来了冲暖发开的阳春山月 现在正是大蒜生长风发阶段的重要时期 送便给朋友们提一下 这是我冬季的时候为了增强大蒜的抗寒能力 我在土层上面覆盖了一层树叶以防冻 在大蒜土层上面加盖一层树叶 在冬天来说对大蒜土冷非常好 由于温哥华冬天都是雨季下雨多 可以防止土冷绑结 现在三月份可以把树叶吃掉了拿走 大蒜经过了冬季几个月的漫长休眠期之后 春暖发开了 现在正是它生长风发的重要时期 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给它生一生土 生土对大蒜来说着远比较大 土层疏松了 下面的蒜头才能够长得更大 再撒上富豪肥 现在正是它的生长发育时期 需肥量较大 煞多一点最好 然后再加上一层营养土有机肥 这些有机肥营养养土都是我自己堆制的 如果您没有的话也可以去买一点回来 如果您想堆制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有讲个是如何堆制有机肥养养土的 这样富豪肥等有机肥双重养养 更有地于大蒜的生长发育 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 须施加一次种肥 俗法说 蔬菜一枝发全靠肥当家 没有肥它哪会长得大呢 其实撕肥是有讲究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它最需要追肥的时候 施加肥料 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没有掌握好撕肥的时间点和技巧的话 乱撕肥的话 可能有时候会失得起反 大蒜能不能够健康成长 蒜头能不能够长得大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两点 一是松土 二是施肥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